OK,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晚上7点59分,马上要到8点了,我们就先做一个小预告吧,大家也看到屏幕上面的内容了,今天是GoldMarkets周二的金融小课堂。 今天晚上会聊到的内容呢,首先一个是经济复苏时期的机会,因为这个东西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我就不会展开全部都说,我主要聊一个铜的事情,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有蛮多客户在问的,就说铜长得这么厉害啊,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导致的,还能不能继续再长下去之类的这一些,今天主要聊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拜登又拿出了一个3万亿美元的一个基建计划嘛,然后我就想也聊一聊大基建时代下有些什么样的机会。 其实主要是想挑一个个股出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哈。 然后第三个呢,是现在也三月底快要四月份了嘛,马上要第二季度了。 那第二季度有哪些,就目前来看啊,有哪些比较值得重点关注的事件? 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今天内容还是蛮多的,所以,不过我们因为现在不想说让大家听得太久太疲劳,我们会尽量缩减一个这个webner的时间,我就尽量废话少说一些。 OK,首先是例行的免责声明哈,这个我们每一次都要做的。 今天晚上啊,就是我个人或者说其他的我们gold markets的分析师发表的这些意见建议啊,都是基于我们个人的经验或者独立的分析得出的。 我们所代表的观点呢,或者我们个人的交易风格,都不代表gold markets的观点和立场。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些内容呢,都只包含一般性的信息,没有考虑您个人的个人目标,财务状况或者需求。 这点您一定要记好啊,因为不是说您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就适合你去交易去操作的。 一定要啊,怎么说呢,根据您个人的状况啊,来做出符合您个人需要的这样一个操作的策略。 如果您要是有什么问题或者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再单独找我们的分析师去聊。 OK,今天晚上的内容,第一点也是例行公事了,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然后第二点呢,第二个就是讲一下刚刚提到的经济复苏时期的机会,主要是讲铜。 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基建时代下的机会,也是一个个股。 然后第四个内容就是第二季度重点关注的事件。 首先是我们公司是,我们公司的背景应该很多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这个金融小课堂的朋友应该都已经比较清楚了。 我们GoldMarkets呢,是1998年成立的,是澳大利亚境内历史比较悠久的老牌券商了。 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就问我们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些什么的,这些请您放心哈,毕竟也做了蛮多年了。 还是怎么说呢,跑路的话肯定不会有。 然后具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交易成本啊,这些什么的,这个新来的客户不清楚的,也可以找我们的分析师来问一下。 然后我们的平台呢,是受澳洲的金融监管的,受ASIC监管了。 然后大家可以找得到我们公司的这些牌照号码这些。 呃,在我们的PPT上面都有,打出来。 然后我们GoldMarkets中文部啊,就是现在跟我,有我跟您对接的,我是属于GoldMarkets中文部的。 呃,我们是15年成立的。 然后呃,就是说我们公司本身是一个local公司,但是我们的中文部门呢,后来因为有很多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华人客户,就是可能语言上面有些障碍啊。 或者更愿意跟一些能够讲中文的一些啊,怎么说呢,就是讲中文的人士交流吧。 所以我们就成,专门成立了中文部门。 然后我们公司呢,能够提供的产品有很多啊,包括澳洲的股票,美国的股票,还有外汇,黄金,指数,石油,这些。 然后我们额外也会提供像今天晚上的这种啊,这种金融小课堂。 然后还有我们平时做的一些分析报告,以及我们有时候会,每天早上会有的一个交易短信的提示。 啊,这是我们公司最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啊,因为主要想要开拓一下欧洲那边的市场。 就是我们公司跟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只有一个合作的。 我个人呢,其实是曼联球迷啊,看到我们公司跟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哎,没办法。 这也不是我说的算,就想着哎,要是他们跟曼联合作那就更好了。 我是十几年曼联老球迷了。 008年的时候吧,07-08年的时候开始看球,最开始看的就是曼联,那时候的曼联很厉害。 如果有了解足球的朋友也可以跟我聊一聊,我们不一定就说要非要聊金融市场上面的内容嘛。 我们平时也能聊聊天,聊聊什么,如果你要是喜欢足球也可以跟我沟通沟通。 OK,然后是我个人的一个介绍啊,我其实没什么好介绍啊。 我是我叫Eric,如果您平时有关注我们GoMarkets的一些内容的话,我一般是负责晚新闻的部分。 然后可能对于一些客户来说也算有些眼熟了。 呃,然后我的Master专专业呢是Banking and Finance,然后我本科的专业是Accounting。 也算是比较对口的专业了。 呃,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吧。 呃,首先是经济复苏时期的机会。 是什么呢?就是大宗商品。 前一段时间无论是石油,呃,铁矿,铜,各种的这些大宗商品啊,上涨的幅度都是很强的。 我今天呢就主要聊一个之前有比较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铜。 其实铜这个东西啊,就每个人有有各自的一个分析方式,就是。 嗯,怎么说呢?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公式吧。 就不像说你分析一只股票的话,你。 其实。 主要都是从那么几个方面去下手,就公司的财务啊,公司的市场情况啊,然后他的股东状况啊,等等的一系列。 都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我个人看铜这个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部分啊,这个是比较,呃,简单浅显的一个,呃,简单的分析。 我主要是从以下这四个维度去讲的。 首先第一点,对于一个商品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供需关系。 这个我在我之前的金融小课堂里面也提到过了,供需关系,永远是市场上的主角,一定是不能忽视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动。 因为铜它本身啊,除了是一个工业原材料之外,它也很容易受到金融市场变动的一个影响。 我具体的内容一会会再聊到。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宏观经济环境。 因为工业,就是铜嘛,它作为一个应用很广泛的一个工业材料,它很大的,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一个宏观经济恢复状况的影响的。 如果铜观经济恢复状况,它的就是进展不顺利啊,对于铜价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铜它的一个周期性。 这个我们一会重点会主要聊一聊,其他三个都比较容易想得到啊。 第四个其实可能,呃,清楚的人比较少,除非您就做这一方面的交易比较多。 首先是第一点,也就是工需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生产复苏给工业原材料相关的大宗商品带来了上行预期。 这一点很好理解啊,就是疫情慢慢走入后半场了嘛。 就是从中国领头的一个工业,工业上面的一个需求慢慢起来了。 然后有很多生产的一个需求,呃,有还有一些公司它有存货的一个需求。 因为你制造一个产品啊,它的周期很长嘛。 它要为今年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这样的持续的去做准备。 它都需要提早的储备好这个库存的。 所以即使它的生产可能还没有跟上。 但是对于原材料的购买啊,它可能会先于你的一个实际的生产先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之前有朋友在问啊, 为什么现在实际上生产恢复好像没有恢复的很好。 但是铜价却一路走高呢? 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预期,对未来有这样子的准备。 所以这个铜的这个库存的需求啊,其他的大宗产品也一样的。 像什么铁矿啊,煤啊,这些其实都一样。 就是他们有增加库存的一个需求。 你想在三月份四月份就是去年的二三季度的时候嘛, 各方面都是停工的。 当时也没什么库存的需要了。 那在那之后呢,他们是呃,积压的一些订单。 如果有订单积压的话,他们肯定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来立马供上来。 然后还有就是对未来的生产的恢复的一个预期。 那也想得到嘛,大家都清楚呢。 那他之后大家都需要,那他很可能会涨价。 那可能就会提早,如果是像铜这种比较容易存储的, 就是可以长期存放的这,呃,这种那种原材料啊,可能会提早的进行布局跟准备。 所以,这就给铜带来的一定的利多因素。 首先就是2021年的铜产量啊,它本身是相对紧缺的。 新增的一个铜矿大多是集中在2021的下半年。 这一点其实是它供需关系中的一个供给的这一侧。 我一会会在后面的内容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生产恢复。 由于工业周期比较长的原因啊,加工商是存在增加库存的需求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内容。 所以生产的需求给工业的原材料,也就是铜之类的这些铁矿, 没这些带来的一个上行的预期。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风险啊,呃,就是铜,因为是这样, 因为铜它的产业链其实还蛮长的。 就它铜从挖出来啊,到加工好, 然后再到它生产出来到加工的,呃,生产出它的加工品到,呃,下游的零售商手上。 其实这中间的工业,这个产业链特别的长。 然后我们中国就是需求最多的中国市场啊, 其实主要的是做中间的加工环节的。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铜矿啊, 但是对于相对于它所需要的这个, 它加工这一块就是工业生产这一块, 它的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 所以最主要最主要的,它的还是一个,怎么说呢? 有一个需,有一个进口的一个进缺口吧。 所以如果啊,这个铜价上涨的太厉害了, 那它中油的处理和加工的企业如果太薄, 那他们肯定也不得不降低他们的采购一个量。 这样子呢,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压制铜价。 所以这会导致,如果铜已经处于比较高的一个价位的情况下, 然后呃,最底层的一个需求端, 比如说最底层的后面呃, 在下一层或者产业链的下游吧, 或者说消费者手里吧, 没有更多的余钱来购买同相关的一个产品的话, 它其实铜价的一个上行空间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是大家也知道嘛,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才刚刚走进呃, 疫情后半段就是复苏的开始。 对于老百姓或者说对于下游的小企业, 或者说墨呃,产业链末端的企业来说啊, 钱还没有到手,就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所以它这个需求其实是相对没有那么旺盛的。 这也是为什么铜价它到了一定的高位之后, 它很难说再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上涨。 就是它的上行空间呢, 会相对比较有限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供给端的一个状况, 就是铜矿的主要产区它的疫情的现状, 还有它疫苗的一个施打的一个速度。 现在之前的铜的产量跟不上来啊, 很大一个因素也是因为疫情嘛, 然后很多地方停工, 没有办法完成它的开采, 项目的进展比较不顺利。 那我们就分情况来看咯, 现在主要的铜框的产区是智利, 秘鲁, 中国, 以及钢果。 这几个产区呢, 我们分开来看一下这些产区的一个生产的恢复一个状况。 像智利, 智利的恢复其实比较不错啊, 他们15%的人口啊, 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然后有30%的人就接种了部分疫苗, 也就是打了第一针这种, 这些人呢也很快会完成第二针的接种。 然后秘鲁呢, 进展就比较慢, 因为相对智利也没有那么发达嘛, 目前只有0.5%的人口完成了接种。 然后钢果, 大家也知道毕竟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地区, 它的检测能力还是比较不足的, 虽然说他们没有多少的一个新增的case, 但他们的实际状况啊, 可能会更糟糕一些。 所以就钢果的一个恢复进度啊, 还是要留下一个问号的, 你也不知道它哪天万一在那边新的一个疫情出现了变体, 那这样子对他们后期的一个生产恢复就会非常的不利。 那就简单的给一个结论啊, 就是供给方面啊, 短期内仍然是不足的, 预计到2021年底, 甚至是2022年才会逐渐恢复到较为平衡的一个市场。 这个平衡的市场呢, 就是说供需相对平衡的一个市场。 这是很乐观的一个估计啦, 就是, 其实我觉得可能得2023年才比较有可能恢复到比较平衡的状态。 因为现在的新增的这些矿区啊, 一般是2021下半年, 甚至到2022年才会投产。 所以他这个从他, 呃, 可以投产再到一路映射到产业链的下游, 还是要满长一段时间的。 所以大家要警惕的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恢复他这个生产的恢复不足预期吧, 这样子还是会给同价有一个上行的可能。 然后第三个呢, 其实我这个部分我主要想聊的就是金融市场对于, 嗯, 铜价的一个影响, 对于很多大众商品其实都是啊。 大家可以留存下这个一个图, 这是美元指数和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相关系数。 如果它是正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元上涨的时候, 这些产品它大概率也是上涨的, 就是按照它的历史数据来讲的话。 然后如果它是负相关的话, 也从可可开始到棉布, 啊, 牛, 西翼,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铜, 这些都是主要跟美元啊, 它是负相关的。 也就是说美元走强的话, 这些啊, 产品的价格它可能会走弱。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上面的结论啊, 美元与铜价呢, 它是负相关的。 就长期来讲, 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低利率啊, QE啊, 就让美元呢, 肯定长期来讲是看空的咯。 当然这是比较长周期的一个话题啊, 即它短期呢, 还会受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影响, 可能会走强, 也可能会走弱。 但是更长的周期来看, 美元它是会下行的。 因为主要有一个通胀的预期, 它有长期的存在。 然后铜价呢, 它就会因为美元的一个走弱, 它比较有可能存在上升的一个可能性。 这也是长期的啊, 支撑铜价上行, 或者说维持在高位的一个基本逻辑之一。 然后第四点呢, 也是金融市场相关的, 就是金融市场本身的一个动向啊, 它是会影响铜价的走势的。 大家也知道铜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期货嘛。 然后铜呢, 是主流的大宗商品之一, 它是很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动的影响的。 还是刚刚提到的一个低利率和QE啊, 让这个金融市场中的大多数资产走进了上行通道。 这个趋势呢, 是从去年的三月中旬开始的。 然后这一轮的铜价的上涨啊, 也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跟随着金融市场一同上行的。 然后通胀的预期, 以及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啊, 也会压制金融资产的一个上涨。 但整体上不会造成空头的单边市场行情。 大家要理解这一句话, 就是说不是说啊, 像最近的国债收益率上涨, 它这个市场就会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这个怎么说呢? 这会在上方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不会是一个长久的, 或者说非常长周期的一个单边市场行情。 所以就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 铜价整体的行行大概率是快速进入一个上行通道之后, 会持续在高位的震荡。 然后随着之后的产能全面恢复呢, 铜价就会重新回落。 这一点也在我一会就要提到的这个周期性里面会提到。 什么原因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08年的时候的一个金融市场一个危机。 当时08年的时候也是迅速的下跌。 然后只不过说当时呢, 它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它不仅一年吧, 应该说是两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上涨。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铜周期很短, 仅仅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 它就一下上涨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位。 大家看这一幅图啊, 这个是08年之后的一个LME铜价的一个阶段。 LME铜呢, 是按照敦来计算的。 它的, 所以它这个量会比那个, 我们平时看到库本期货会要, 会高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在危机爆发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下跌。 然后在这之后呢, 它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铜价才慢慢恢复到危机前的一个水平, 大体相当。 然后在之后有一个小回调, 然后再迅速上涨。 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铜的上涨啊, 其实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一波回调了, 然后再到2月底又是一波上涨。 然后我目前看起来从图形上看啊, 比较像是进入了这个, 呃, 之后的2011年到2012年之间的这个阶段, 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 然后随着之后的生产的恢复啊, 铜价它在缓慢的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 所以在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 四个阶段。 我在右边这边也提到了, 我们这次疫情之后的铜价的走势呢, 比较可能像之前的这样子。 一开始呢, 短期的时候供不应求, 然后导致铜价一路走高。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历完的, 从3月份到8月份, 8月份到2月份, 呃, 这么两个短周期, 然后迅速走完, 走完了之前整整两年的一个上涨。 呃, 然后是, 然后之后呢, 再逐步起稳, 在一个高位盘整, 在一个横盘调整一个阶段。 然后随着产能的逐渐恢复呢, 它价格会回调, 然后慢慢的铜价就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 这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走势。 当然它短期会有很多的波动啊。 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这一轮铜的, 怎么说呢? 铜的一些关键的走势这些, 呃, 本轮铜的上涨呢, 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半年的时间就补回了疫情期间的下跌。 从去年三月以来啊, 铜就随着整个金融市场整体在上行。 二月中旬达到顶峰之后, 现在呢, 又是随着其他的金融产品一起下跌。 其实也不能说下跌吧, 这应该是一个回调跟盘整。 对, 我措辞可能有点不够严谨啊,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一轮的上涨呢, 其实也主要是受金融影响, 呃, 市场的影响。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走势啊, 它也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金融市场整体走势的影响。 所以仅仅是供需关系的一个调整, 不能够完全的反映接下来铜价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个人是这么判断的啊, 就金融市场可能会对这一个铜价的一个走势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然后鉴于现在铜价处于高位的一个一个考虑呢, 我觉得本轮的同周期有可能已经到顶了。 当然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它如果还有就是它继续上行的一些可能性嘛。 比如说啊, 生产恢复不及预期啊, 导致它不得不再继续上行之类的这些。 呃, 这些都会导致铜价继续上涨。 之前有一波上涨呢, 也是因为啊, 南美的时候有过, 就是智利跟秘鲁啊, 有过疫情的一个反弹。 当时也让本来就处在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铜啊, 又进一步上涨。 这些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个基本面的问题。 但是长周期来讲呢, 它现在应该大概率是处在一个高位盘整的一个阶段。 然后之后呢, 有可能会有缓慢回调。 我预计这一个缓慢的下行趋势啊, 要等到2022年吧, 可能才会慢慢出现。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 主要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 然后, 对,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吧。 然后, 这个是有关同周期的一个分析跟讲解。 既然, 嗯, 怎么说呢? 同台已经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那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呢? 啊, 啊, 我们, 哎, 没有办法。 这个我知道大家听了, 可能也觉得有点讨厌。 就是啊, 这个都已经聊到这儿了啊, 最后, 最后一多怎么不给弄出来? 就到底聊哪些股票也不给说? 没办法, 这个, 毕竟之前有客户啊, 就怎么说呢? 啊, 我们给的这些意见建议, 其实还是要根据客户的个人的一个情况来给的, 我们也不能瞎给什么都说。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对这些个股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找我们的分析师联系。 然后第二个内容啊, 其实就是我要聊的一个, 这个就是我能聊的一个个股了, 因为我这个比较长, 比较久之前吧, 大概有差不多两三个星期之前完成的一份报告, 当时是做了一个APC的一个报告, 当然我也只会涉及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 就具体的, 呃, 怎么操作, 怎么建仓, 就多少钱的目标价位, 这些我是不能够在这里披露的。 呃, 首先呢, 先介绍一下ABC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啊, 它其实实际上呢, 是做水泥的。 呃, 呃, 他一开始的名字是阿德莱的Brighton, 呃, 这个, 所以他的缩写才是ABC啊, 当时就之前是阿德莱的水泥, 然后他后来被收购了, 被一个有熟悉澳洲这边做金融房地产的朋友吗, 我不清楚, 就澳洲做房地产比较多, 或者说涉及基建材料这些多的呢, 可能听听说过一个叫巴罗的一个财团, Borrow Group, 呃, 他们是收购了ABC43%的股权的, 而且这个巴罗财团因为他们本身呢, 也是做这些原材料做啊, 做水泥做建筑行业的, 所以一般来说啊, 他会涉及到一个垄断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呢, 呃, 怎么说因为市场上面还存在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是顺利了通过了SX的一个反垄断调查的, 所以就顺利合并了, 然后建材领域的两个重量级的一个玩家就合而为一了,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 我个人认为啊, 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合并吧, 就是因为巴罗, 巴罗在怎么说呢, 他们在澳洲市场已经纵横很多年了, 是一个老牌的大财团, 他们整合资源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然后ABC呢, 本身又是一个水泥市场的一个领头羊, 然后他们混凝土的业务也规模很庞大, 我觉得刚刚漏了说了, 巴罗的混凝土的业务是更加强的, 所以这算是一次很不错的一个强强联手, 一个有市场, 然后一个有资源, 然后合并不久之后呢, ABC就更名叫ADBRI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应该连前应该怎么念哈, 但是股票的代码还是ABC就没有改变, 从原本的一个就是名字里面有阿德莱德嘛, 现在他们是提出了一个Build Better Australia的一个, Building Better Australia, 这么一个口号, 然后就把公司的名字也改掉了, 改成ADBRI, 然后整一个业务的领域啊, 就虽然它本来也不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公司, 但是引掉了它的地区性的名字之后啊, 其实对于他们以后的市场开拓, 从营销方面或者说管理方面还是有帮助的。 然后先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业务组成, 从产品的组成上啊, 混凝土是占据了公司营收42%的, 然后水泥呢是占了营收37%, 然后还有石灰石占12%, 石灰石本来占12%虽然也本来不是很多啊, 但是最近也是发生一个对他们打击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本来呢是跟美国旅业有很大的一个合同的, 主要就是出口生石灰, 作为原材料出口, 但是美国旅业呢就于今年的年终吧, 6月份就会取消掉这个合约, 这也是让他们之前有过很大的一个股价下挫。 然后接着看啊, 就是混凝土相关的业务呢, 主要是受到疫情期间家庭装修需求的一个暴涨啊, 这一个业务在去年是表现相当不错的, 上涨了33.3%, 啊, 然后从市场组成上呢, ABC有37%的营收是由住宅市场贡献的, 更多来源呢是非住宅项目和工程项目, 占据公司营收了45%, 然后剩下的18%呢就从他们一开始, Money, 就Money operation这一块的业务来提供的啊, 就是他们简单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概况, 如果有特别熟悉这一个领域的一些做房地产行业的朋友啊, 可能就比较清楚他们的未来的呃, 业务的天花板在哪了, 或者说他们业务的最低的一个底线能到哪里, 然后这个是他们合并之后啊, 由巴罗集团就巴罗是巴罗集团派出了他们代表人啊, 成为了公司总市长, 然后之后他们怎么说呢, 公司提出了四个很核心的一个战略, 这也是我觉得ABC值得看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构思, 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 首先第一点是要降低成本提升营运效率, 因为他们在过去几年, 他们很久之前他们的股价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后来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的走低, 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挣钱的能力是下降了的, 如果大家去查数据啊, 公司在18年以前基本都是保持12%到13%左右的一个净利润率, 对于做基建的这个公司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自从16年以来啊, 这个比率就在逐渐的降低, 到20年的时候低到了仅有7.8%, 所以他们降低成本提升营运效率这件事情, 还是对于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们不能把他们的赚钱的能力给拉回来, 即使他们体量不断的增大, 这也不是说好到哪里去的一个消息, 因为就是你营运的效率啊, 永远是股东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我们很多人都看净利润率嘛, 就是你营收上涨没错很厉害, 但是你净利润率上不去, 你在这中间可能就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这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 不是一个乐于见到的一个一个结果, 然后还有就是垂直整合, 就是一般来说整合啊, 它其实是有两个方向的, 其中一种就是横向组合, 横向整合, 横向整合呢就是吞并它的竞争对手, 然后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就比如说同样做同一个产品的两家公司, 互相合并了, 这种就是属于, 那比如说我是卖皮鞋的, 你也是卖皮鞋的, 这两个一合并, 这个就属于横向整合, 然后如果我是卖牛皮的, 你是卖皮鞋的, 然后我们两一整合呢, 这种就属于这里涉及到的垂直整合, 就是吞并产业链中的一个上下游企业, 这对于开拓市场同时, 怎么说呢,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控制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 不好意思我再打错字了, 就是控制生产的一个成本, 就是让你上游或者说下游, 就有更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然后就是一个土地开发的问题, 这一点其实还挺偏门的, 我当时就也没有太想到这一点, 我也是在看他们财报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内容, 就是这些矿产公司啊, 他们为了开发矿产, 其实是获得了很多的土地的, 然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 也是ABC生产精英的一个核心部分, 所以他们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呢, 就是要怎么说利用起这个他们已经获得的土地所有权, 不然他开产完了之后, 这一块地扔在那里没有用嘛, 对吧, 所以这一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看一下他们之后能玩出什么花来, 就是土地的附加值啊, 如果他们利用好了, 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的。 然后还有就是石灰业务的调整,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对于他们来说, 因为公司的很重要的一个石灰石客户啊, 美国旅业, 我刚刚也提到了, 他们跟ABC会终止合作, 然后这会导致公司带来很大的一块的石灰石闲置产能, 他们未死还停掉了一家工厂, 直到找到一个足够大体量的一个合作商之前, 恐怕他这一方面的产能都只能先闲置着, 这一块的产能闲置呢, 对于公司来说实际上就是损失, 他那个东西在那放着一直折旧, 然后在账面上其实是对于公司来说最后啊, 是会既提成损失的, 不然他一直摆在那里, 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是他们财务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这些我就快速的过一下, 首先是看一下他们资产负债表, 我就给到了比较简单的一个蓬勃的一个数据, 他们的资产负债率呢, 从19年开始就是有所下降的, 负债率是26.13%, 对于重资产企业来说还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 2020年其实也是怎么说呢, 很多公司啊,其实都是在还债的, 他们最终的一个怎么说负债其实都有减少, 当然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每个可能性不一样, 有些的债务率降低了, 那是进行了资产重组, 那就比较惨, 像什么维珍航空这种。 还有就是看财务基本面的现金流, 现金流量表, 我一开始上课的, 就是我很早来也有讲过财务上面的一个, 就三大报表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如果这方面不是很清楚的朋友, 也可以找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要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录像。 然后他的现金方面呢, 在2020相对困难的情况下, 公司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取债, 当然不是从这个表上就能看出来, 我是翻了他们具体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内容的, 他们是还了55米连的一个负债, 然后净资产相较上一年度是有所下降的, 算是给2021年做好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准备吧, 如果他们在2020年举债的量比较大, 其实是在未来的比较长时间都会拖累他们的一个增长,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是在一个经济发展的, 就经济宏观面比较不错的一个时代, 公司举债了, 他可能就是为了一个扩张的一个需求, 要不或者说处在公司本身的一个上行阶段, 他举债了, 这个也是为了扩张的需求, 就相对没有那么悲观,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运行很久, 很成熟的一个企业, 在某一个时段有大量的举债的话, 对于未来的那个怎么说呢, 是比较差的一个, 比较让投资人不太满意, 不太喜欢的一个事情吧。 然后是财务基本面的收购变动表, 2020年的盈利能力得益于成本控制项目的推进, 其实是有所回升的, 当然他们这个项目还正在推行, 他们2021年可能还能够再, 再稍微再进一步吧, 就是他的成本的控制的率, 还能够再上来一点, 当然他们成本控制这一个,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认重而道远, 我看了他们当时的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个规划, 就是怎么说呢, 虽然不到与杯水车薪的, 车水杯星, 杯水车薪, 不好意思一下想不起这个这个成语是什么, 飞水车薪的一个状况, 但是怎么说, 至少他们也在努力吧, 但是还是要在成本控制这一方面, 有更多的一个准备和投入才行。 然后这个比较重点的部分就是讲一下他们那个核心财务指标, 就是很多人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喜欢看P1值嘛, 但是对于这一种, 对于ABC来说啊,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一个PB值, 我一回解释啊, 根据彭博给出的数据, 公司的一个P值是22.63, 然后PB是1.7594, 估值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的, ABC过去5年的P1值, 一直都维持在20到23之间, 然后看现在的它的P1是22.63嘛, 所以它还是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所以市场啊, 对于这种很成熟的企业就是运行了很久的, 尤其是像做水泥的这种, 根据它的产量跟市场的需求, 一下子就能计算出它的一个未来应收的这种, 这种行业这种公司啊, 市场对于他们的一个价格判断其实是很理智的, 就通常不会给出太高的一个P1的一个估值, 然后基础材料行业本身的P1值呢大概在23左右, 然后ABC呢虽然存在了一定的上升空间, 但是上方呢也是比较有限了, 呃, 然后这个就是, 然后就是我现在讲到的一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不管P1值, 我们看PB值, 就是市净率, 这个是基于什么呢? PB值是基于公司的一个资产来计算的, 资产量也来计算的, 因为基础材料本身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重资产行业了, 资产的多少和产出啊, 基本上都是可以稳定量化的, 在资产质量可以保证的前提下, 市净率可能就会更加的一个, 怎么说呢更加的准确吧, 目前公司一个市净率接近是1.7, 但是行业的均值是2.8,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说, ABC它的一个资产的估值啊,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上升的空间的, 呃, 就是说呢这一些资产啊, 在未来很大可能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收入,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熟知PE值的一个计算公式的话, 它的计算其实就跟它的营收, 还有它现在的一个股价有关嘛, 只要它的营收上去了, 它的PE值自动就调下来了, 所以如果让, 怎么让公司保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PE值呢? 就是不要看特斯拉现在啊, 七八千的一个PE, 只要它以后的营收上来的, 它的PE值, 只要它的股价不继续上行, 它的PE值最终是会回调回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就是提早给到了高估值的一个原因嘛, 这也是反映在数学上面的一个表达, 所以说从PB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ABC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低估的状态的, 原因就是ABC旗下的各类资产还有更大的一个估值空间, 然后基于资产本身相对利润比较稳定, 然后周期比较长的一个考虑呢, 如果我们将这个投资的周期拉长啊, ABC可能它还有比较不错的一个上行的可能性。 不好意思, 又是这一张图哈, 就是如果想要知道具体的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进场的区间呢, 或者说啊比较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目标价格呢, 可以联系我们的分析师, 要一下分析报告, 或者说找我们的小助手来联系我就行。 然后第三点, 这一点呢, 其实就主要大概的聊一聊, 现在也8点40了, 就是马上要下一季度了哈嘛, 我们就聊一下第二季度, 我们应该关注哪一些事件, 我主要列举两个啊, 我觉得特别特别影响会很大的一个事件, 大家可能也知道, 首先是拜登的一个三万亿的极建计划, 他会在本周三的时候, 美国时间本周三的时候发布, 然后他的涉及面很广啊, 涉及的金额很大, 首先呢, 他这个package, 他大概会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 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投入, 他可能会涉及到清洁能源相关, 气候变化相关, 然后公铁路, 公路铁路, 就是还有电网, 这些基础相关的一个领域,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领域, 会有哪些机会, 我内心是有几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标的, 大家如果有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聊一聊, 当然我没有, 我还没有给出, 就是还没有做那些标的一个呃, 详细的一个调查, 所以我是不会盲目见仓的, 我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这些公司, 看一下他们基本面之后再做决定, 然后还有另外2万亿呢, 可能是会投入到人力基础设施方面, 什么是人力基础设施呢? 它主要是跟医疗, 教育, 社会福利相关, 这一部分的额度更大, 但是呢你也更难去预测, 因为它这里面涉及的金额很大, 就是这里面怎么说呢, 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机会和风险,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啊, 就是首先这笔钱, 它是要去到哪里, 像我刚刚讲到了嘛, 1万亿去到社会基础设施, 那它可能会利好哪些行业, 或者说利好哪些公司, 接到政府的订单呢, 或者说相应的带来一些就业机会, 会带动哪一方面的消费, 之类的这一些, 大家就顺着这个逻辑链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风险在哪呢? 它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以目前的一个说法, 它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 除了发国债之外, 这也是怎么说呢? 国债空头这么猛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这个美国的负债率确实在2024年的时候, 就会到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程度, 当然他们美联储当然是说没事的, 然后还有它资金的来源的另一部分是从哪里呢? 就是它财政部要花钱了, 它跟美联储不一样, 美联储硬就完事, 但是财政部它这个要做基建这些, 就是它要实打实的要投资啊, 这笔钱它必须得要拿到手, 然后再给出去, 像刚刚发国债是其中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征税, 那税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之前受益最多的科技巨头们, 苹果, 谷歌, Facebook, Netflix, 微软, 就这些传统, 这些比较大的一些科技巨头啊, 其实他们都是受益于之前的各种对于高科技行业的一个利好也好了, 反正就各方面吧, 以后这些税呢, 大概率是会增到他们头上去的, 然后用来反补到基础, 反补到工业, 然后来带动的, 来带动美国的一个社会的经济的一个复苏, 然后来创造更多的就业, 因为这些互联网企业大家也知道, 他虽然没错, 他确实是也雇佣了很多人了, 但是他雇佣的毕竟可能需要的, 怎么说呢, 需要的比较是高的高层次人才吧, 但是很多基础的制造业, 像公路铁路的建设这些,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美国底层人民的一个收入问题, 而正式解决这些美国底层人民的收入问题啊, 才能够给美国的上行带来足够稳定, 而且足够强大的一个上升动力, 这是美国走向复苏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这一笔钱大概率是要来自富人们了, 那这些富人们被征税, 那会伤及到哪一些行业呢? 对吧, 还有这些就之前获利太多的, 红利太多的这些企业是哪一些? 行业是哪一些? 大家也可以多思考一下, 然后随时跟我们聊聊天。 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国决利了, 小利还是决利呢? 这个词,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后续进展, 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国内啊, 就是还有自己的一个资产配置, 所以这个问题跟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中澳关系呢, 也是两个大国决利之下的一个附属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大家要进一步关注吧, 就是因为这个命题很宏大, 就比较难给出一个比较细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一些方面的内容呢? 首先是贸易相关的一个谈判的进展了, 如果贸易谈判进展的话, 自然是利好两国股市的。 如果贸易谈判后期的一个进展不顺利, 那可能股市不得不动荡,没有办法。 然后还有就是台美关系的一个变动,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 就是台美之间太过暧昧, 中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只要中国对于这个事情没办法接受, 他就会可能做出更多更鹰派的一个, 怎么说呢,一些行为。 这样子怎么说呢, 也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一个风险。 具体的内容呢, 我也不在这里多聊了。 还有就是欧洲对中的态度。 这个其实之前一直还挺稳定的, 因为之前很友好嘛, 说要签中欧的一个合作协议。 那个其实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 但是近期呢, 因为人权问题互相制裁, 新疆棉花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中欧关系的一个走向啊, 就是中美之间已经让中国失去了很大一个市场了。 当然美国本身也失去了很大一个市场。 还有它的一个比较廉价的一个, 怎么说呢, 供应来源。 就本身已经是一个宏观基本面的一个震荡了。 如果欧洲跟中国的关系进一步, 怎么说呢? 呃, 形势进展的不好的话, 当然对我们的, 我们经常在做A50指数的朋友, 或者说在像在做香港恒生指数的朋友, 就应该更敏感一些,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 它会不会涉及到哪些个股啊? 或者说对于, 呃, 整一个宏观的经济面, 会不会带来巨大的重创跟影响。 大家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中东地区一个大国影响力的变化。 近期中国跟伊朗签订了一个为期25年, 那个合作协议啊。 呃, 这个是怎么说呢? 属于中东格局上面的一个变化, 之前基本上中东格局也就是美国说了算。 然后中国在这里面插一脚, 肯定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一个利益纠葛。 然后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包括石油的价格, 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 啊, 还有贸易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 这些都是还有黄金相关的一个走势。 因为中东的不稳定啊, 是会带来避险情绪的。 避险, 避险情绪呢, 有可能会催生一个贵金属的一个上行。 呃, 这些都是和我们的一个交易标的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可以进一步关注他们。 还有就是接下来的一些重点的经济数据了。 像美国非农就业人口。 这是个, 这是美联储现在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指标啊。 他们以后加不加息, 重点要看就业率的一个恢复状况。 然后还有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一个情况。 国债收益率是综合反映股市债市外汇市场的一个动向的。 我们近期我的晚新闻也经常会盯着这一个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内容来看。 那不要觉得无聊或者说只是一个数据的变动。 它实际上牵涉的内容很多。 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呃, 呃,晚新闻的话应该都已经知道这里面的一个逻辑联系了。 还有就是通胀水平。 通胀的一个变动超过不如预期, 超过或者不如预期, 都可能导致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动。 通胀水平这个东西短期内啊, 美联储说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澳联储也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嘛。 毕竟像这么大量的一个QE量化宽松。 怎么说呢?实在是这个后果啊, 比较难以就是把周期拉的太长去预测。 当然大家目前都是认为2023年之前, 或者说2021年2023年2024年之前, 不会有什么加息的预期。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盯着看。 通胀水平也会影响, 跟国债收益率啊,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个逻辑链的影响的。 还有就是税率的一个变动。 刚刚提到了3万亿的一个问题。 这个税率呢, 会影响美国的一个热门板块。 如果税率上来, 它可能会比较利好之前的一个周期股, 或者说比较基本面怎么说呢? 比较利于周期股, 还有那些适合在经济复苏周期上面能够获利的这些板块吧。 这些基础的领域这些。 然后还有就是新增COVID-19的案例, 就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抛之脑后。 COVID-19的事情呢, 依然是我们宏观, 就是宏观基本面最重要的逻辑之一。 疫苗施打的情况, 然后有没有新的变异的病毒产生, 然后生产的一个恢复状况, 还有新增病例的一个增加或者减少。 这些都是影响着我们一个宏观基本面的一个基本逻辑之一吧。 OK, 现在也8点50了, 我们今晚的其实内容就是以上这些了, 也比较多了。 然后我们还得要再重提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这些内容呢, 都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个分析跟观点或者经验吧。 所表达的观点跟交易这些, 就是好, 当然我也没有涉及交易了, 都不代表GoMarkets的一个观点和立场。 然后是一个一般性的信息, 今晚提供的这些内容是一般性的信息。 大家如果有个人需要咨询的内容, 还是得要跟我们的分析师取得联系, 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沟通。 OK, 今晚的内容其实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感谢大家, 听我在这里倒闭刀了一晚上啊。 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中文的一个特色服务。 如果您成我们的VIP客户呢, 我们每天都会有即时的一个市场内容的更新。 当然我自己的一个晚盘新闻也会有。 还有包括我们的中文的分析报告, 还有每周的线上直播讲堂。 然后也会给您分配一个专属的客户经理, 随时解答您个人的一个问题。 然后相关的一些报告成我们的VIP客户之后, 都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或者分析师联系, 跟我们索要。 像我今天提到的ABC, 还有同相关的两个个股。 这些报告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可以找我们的分析师跟小助手索要。 OK,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